十四岁时你在做什么?上书中,写作业,准备考试? 对于1882年广东开平牛路里村的一位少年来说, 十四岁是他独自骑程,前往美国追寻淘金梦的起点。 可美国并不欢迎他。 1882年5月6日,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陷进外来移民的政策《排华法案》正式出台。 当时的海外华侨们唯有互相帮助,才能得以生存。 十七岁时,少年拜堂盟士加入鸿门至公堂。 二十年后,一九零五年,此时少年也不再是少年, 他在纽约成立安良总堂,全美三十一个城市,皆设有分堂。 当时的法律顾问,是后来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。 1937年,我国进入全面抗战,他尽力捐款,募捐集三百三十万美元。 他是司徒美堂,是鸿门元老,是一生爱国华侨。 在牛鹿里村,他的故居门前,现在仍矗立着他的雕像。 若前来此地,仍能感受到他所处时代的气息。 他是华侨的楷模,是美洲华侨的旗帜。 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华侨事业。 纵然在美国生活近七十年,司徒美堂仍说, 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